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海面爱生活 近几年来 随着盗墓笔记 老酒门等等以盗墓为题材的电视剧热播 盗墓这一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讨论 剧中惊险刺激的领目探索到处都充满了危机重重的机关 令人看了之后忍不住后怕 不过电视剧终归是电视剧 人们也开始好奇 现实中也真的有这么多奇异事件吗 其实有些领目中确实出现过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就比如位于湖南的马王堆汉木 当人们打开领目中的棺材的时候 猛然发现开关的瞬间 女士肚子突然变大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个世纪70年代 居住在湖南怀化双桥镇的村民老张 在偶然中发现了山上地里埋藏着的一个玉簪子 老张见此玉簪的设计十分精致 必定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便觉得这片土地必定有什么秘密 于是便将簪子上交了当地的部门 专家经过鉴定后发现 这个簪子确实不同凡向 因此当地政府便派出了专业的队伍全去考察 经过了细致的挖掘之后 人们发现了一座古墓 在古墓中有一个密封的石棺 科学家们打开石棺后 发现里面有两幅棺权 并且保存完号 连棺木上的雕花都依旧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这极大的震撼了考古队伍 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当考古人员将棺权打开之后 竟然发现棺内的尸首洞了 本来好好的尸身暴露在空气之后 便一直吸收空气 不久之后 女尸的肚子就聋了起来 然后泄气 肚子又缩了回去 整个尸体恢复了原样 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女尸的舌头露在了外面 对于这件骑士 专家们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因为女尸的防腐措施做的不是很好 身体里就遗留有一些会产气的杆菌 因此当杆菌侵蚀女尸时 就会导致女尸的腹部挤压过多的气体 当棺材打开的瞬间 便会出现肚子变大的一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